文化局文物陈列展览室 目前正在展览2019契陶人连展 来自竹山陆谷地区 一群爱陶玩陶的好朋友 有专业 有业语 更有难投陶的收藏家 各意齐趣的作品 让大家赏陶玩陶 使用陶的同时 更将陶艺融入生活当中 陈志邀请您来文化局 一同品味陶艺之美 一个陶艺品的行程 需经过选土 成型 上游 控温等步骤 柴烧不经右踩 浑然天成的陶杯组 厚实稳重 会渐如行云流水 让作品呈现古不自然的韵味 而美丽作品经过创作者的小诗 手捏塑形再经过烈火锤炼 加以右踩 做成瓶罐器皿 杯壶 摆饰等等 除了使用也适合当摆设装饰 陶艺家陈维安表示 他的作品大多以生活桃跟彩绘桃 装饰新的作品为主 摆在家里 除了使用之外 也可以观赏 2019七桃人连展作品 既由茶具 茶仓 花器 香道具 以及陶塑作品等等 以拉胚 泥条 陶板 手连各种纯形技法制作胚体 再适以化妆土 幼药或是生漆 呈现不同色彩 最后以氧化 还原或柴烧烧制而成 作品借由陶土局向表达作者意象 或粗矿或婉约或经典 首到之处 心之所趣 作品从大自然中取材 加上创作者的巧思 让陶艺活泼化 艺术融入日常 也美化了居家生活 陶艺家借由想法转换为实体呈现 初初充满意外与惊喜 展出时间到5月8号 专者的邀请您到文化局 文物陈列展览室 一同品味陶艺之美 记者双幸福南投采访报导